前年在台上与歌手吴总恩大热舞展现青春活力 民进党圆明部在台北圆山花博园区 举行台湾原住民族日证明30周年活动市集 其实我们要贴近不单单是原住民 最主要是汉族朋友也让他们知道 台湾的原住民是希望大家多尊重 所以我们有两个主题就是反歧视 第二个是五月份通过的单列族民 透过市集活动期盼更加亲近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亲自出席 强调民进党政府对于台湾原住民正同与重视 在民党立党的时候创党的时候 我们就把过去这样子可能带有歧视 不尊重的这种称呼把它证明为原住民 过去民进党政府阵内除了通过原基法 以及总统向原住民族道歉 林又昌表示将持续积极 把不正义以及族群歧视等意识形态破除 也是新闻阿斯卡哇台北市采访报道